2017年旅游中国除了搭飞机游轮跟巴士之外 还出现一种低空航线的新玩法 由马克达诺斯荣誉赞助的2017年东森又有小主播选拔赛 这礼拜继续请到晋级决赛的小朋友 到东森每周电视向全美观众报新闻 欢迎收看东森儿童新闻 我是小主播Kate 前进中国游玩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绝对少不了 连接东西方文明与贸易的丝绸之路 然而不同于过去 只能搭上巴士 一路开车好几个小时 非常浪费时间 又或者干脆搭飞机简单的经过 沿途几个大城市走马看花 无法玩过瘾 因此中国民用航空局 这次特别开通 低空航线让旅客轻松玩 又可以近距离地看到 丝绸之路上美丽的景色 中国民用航空局表示 新开通从新疆克拉马伊机场起飞的轻型飞机 可以往西飞行200多公里 到达伯乐市 每天早上和晚上各一班 每次可运送最多15名游客 往返两个城市之间 特色是采用小机场小飞机 低空航线让旅途变得更加轻松 这样的全新旅游模式不只让旅客有机会可以看到美丽的风光 同时也能带动两地之间农业手工业与交通运输 这也是继今年上半年新疆开通石河子到纳拉提 复运到科纳斯 两条低空航线之后 第三条的低空航线 整个构筑起丝绸之路的空中旅游走廊 也进一步挖掘出属于新疆特色的旅游资源 东森新闻又有小主播在洛杉矶的参谋报道 东森美洲电视这个礼拜总计播出12名入围决赛小主播 他们优异表现观众查询决赛结果 请上东森美洲台的官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